我解放军新装备不断曝光 中国已到了必须亮剑的时候 各位大家好 我是卢中成 自今年年初开始 我们中国以往很多藏着掖着的新式装备 开始呈现出井喷式爆料的状态 感觉尤其是今年的对台工作会议报告中发生了变化 补充了关于推进统一的描述 先是传出我国辽宁舰航母改造工作接近完成之际 航母甲板上惊现14-35的机体 随后又传出江南造船厂和大连造船厂 同时开工两艘10万吨级别的004型航母 我们大家都期望它是核动力的 而在日前更有我国空军副司令员爆出轰-20的消息 迹象已经表明了 我们中国国防全面提速了 也证明了局势已是凶险一场 从和目前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来看 我国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王伟 没有透露具体数据上的信息 面对记者的追问 他也是始终保持着冷静的回应 但整体上还是把一些我们中国官方愿意放出来的信息说出来了 基本就两个方面需要注意的关键词 一个是技术上没有平静 遇到的问题都能解决 另一个是关于量产和服役问题 给的回复是很快直接就能跟上了 前一句话指向的是对于轰-20战略轰炸机的定位上的技术要求 比方说防御外打击的技术应用 隐身性能再单量 尤其是最后一个必定关乎到我国的核力量的三维一体打击能力 按照空军副司令员的回应 基本就代表着轰-20可能整体性能和应用领域 让我们的空军方面是非常满意的 在战略上的一些要求都是能达标的 而往深处延伸考虑 也基本意味着我们中国大概率 可能已经完成了多次测试 而且保密性做得非常好 而后一句量产方面直接就跟上了 这句话就意味深长了 那到底是轰-20的研发工作已经基本完成 很快就可以进入量产阶段 还是说轰-20已经经过了测试矫整阶段 已经投入到量产环节了 这两个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 不过虽然轰-20的具体消息 我们中国官方把得很紧 但是从西方那些顶尖智库的相关研究报告来看 这可以略看出一二来 例如美国兰德智库的报告 就对中美未来的对抗结果显得非常的悲观 他们的报告认为原先美国准备退聚第二岛链 给我们中国准备交手 但是轰-20的出现可能官岛和夏威夷都已经不再安全了 从兰德的这个态度可见我们轰-20的实力那是不一般的 直白的说 接连不断的爆出我解放军新装备的大消息 对我们中国的军迷和网友来说 显然是一个值得高兴的事情 但是放到整个大环境下就显得有些情况紧张了 我们也都清楚 我们中国政府对一些军事装备的消息 还是不愿意多说的 通常也不会怎么主动的去爆料 而在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下 在台海局势 南海局势和朝韩局势都越发紧张的现实国际环境面前 可能这些不断爆出的消息 也意味着局势已经恶化到了 我们中国必须展现肌肉 尽快亮剑的时候了 大家说是不是呢 好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感谢各位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